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小伙儿捡到一只发光的怪鱼,养大后变成食人怪兽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韩国,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很小很无耻的国家 所以韩国最奇缺的就是文化和石油 文化可以剽窃中国,但石油就必须自己开发了 所以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对棒子的工程师在海上钻油井 可是钻头在水下被卡住了,于是工程师瓢人泳就潜水去查看 结果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会发光的小鱼 很快这些小鱼就开始攻击他,没多久就扑街死蜜达了 然后一转眼来到了20年后,还是在这个钻井上 朴仁勇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女主,以女成副业变成了一个工程师 但是这么多年他们还是没有发现石油 钻井每次带上来的都是海底的淤泥 这天钻井又出了问题,差点报废 在大家的努力下最终解决了问题,但钻头却带上了怪鱼 但是年轻的工程师们并不知道这种怪鱼的危险就把怪鱼养了起来 其中一个工程师淡胆好奇怪鱼,就抓了一条 结果被怪鱼一口亲肿了嘴唇 第二天平台来了一个老工程师,就是20年前的钻井队队长老王 老王说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帮助年轻的后辈们钻出石油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根本没有去钻石油 而是吃喝玩乐还在平台上骑摩托车 怪不得钻不出石油,这工作态度简直比我们的国企还差劲 尤其是女主喝完酒后飙车飙的最厉害 直到一天夜里平台的女化学专家意外的摔死了 医生检查尸体后发现尸体上有残留的液体 于是星格暴虐的熊大和熊二就认为是蛋蛋干的 因为蛋蛋一直都喜欢女专家 但女专家总是置之不理 但是当熊大和熊二找到蛋蛋的时候 发现蛋蛋好像被什么东西吓破了胆子 在追逐蛋蛋的过程中 大家终于发现了杀人凶手 就是这个怪兽,老王也文讯赶到 可是怪兽根本打不死 好几个人都被他吃掉了 危机时刻老王拿出了一个打火机 点燃后扔向了怪兽 只见怪兽瞬间就被点着了 大家也趁这个机会逃进了监控室 此时老王终于说出了事情 原来老王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怪兽 怪兽其实就是发光的小鱼长大的 这种怪兽的身体是由石油构成 很容易点燃 所以韩国政府想把怪兽变成石油 但当年朴仁勇死后 这种小鱼就消失了 直到女主发现了它 老王才决定一看究竟 但是让老王没想到的是 长大后的怪兽精神这么难对付 而眼前的问题是 他们很有可能会被怪兽团灭 于是大家开始考虑怎么才能逃出去 可是怪兽怎么可能让他们逃呢 在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后 除了女主其他的配菜都被怪兽吃掉了 最后女主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和怪兽周旋 并且用一把信号枪引爆了平台上的备用石油 在电影的最后 女主成功的被救援直升机拧救 怪兽和平台都沉入了大海 虽然我们总说韩国剽窃我们的传统文化 但在现代的电影方面 我们的电影拿得出手的就不多了 本片电影虽然剧情简单 但特效和细节方面绝对是顶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你喜欢的哥哥姐姐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朱棣 我们下期再见